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五十七回 马队缓缓踏入城门 除了马蹄声 似乎整座京城都开始寂静无声 皇宫的主轴大道上 站好位置的旁观者们 不由自主的屏住气息 当马队愈行愈远 众人才面面相去 如是重负 尘埃落定 这城门外来了两个行人 其中一位老僧人呢 身穿黑衣 三角眼 相貌正宁 形如一头衰老的病虎 只是神情淡漠 另一位 驼背威瘸 穿着寻常富家翁的装束 抬头望了一眼城墙 他微微一笑 与身旁黑衣老僧 以及一些晨起座生意的贩夫走卒 一起啊 由侧孔走过城门 偶有注目的视线 都放在了老僧身上 尾时是黑衣僧这番相貌 不像是个慈悲心肠的出家人 只不过年迈苍老 行人呢 只是多看了两眼 便不再上心 至于老僧身边的老人 那更是不惹人注意啊 泰安城是天下守善之城 连这项墨市井里的小市民 都自称见识过某某大将军 某某大学士 谁乐意瞅一个驼背的老头啊 穿过城门侧口 傅家翁与黑衣老僧缓步前行 这傅家翁 副首于身后 他甘笑着说 梁土旅啊 京城百万人 可就你一个是我朋友 哭搞老僧轻轻的说 你若不摸我脑袋 我便是你的朋友 傅家翁嘴上说着 哪儿囊哪儿囊的 都说这世上有两样东西 摸不得 老虎屁股摸不得 还有就是 你这杨太岁的脑袋 摸不得了 可话是这么说 他却毫不客气的伸手 去摸老僧的光头 这老僧也不阻拦 只是叹气 傅家翁摸了摸 黑衣老僧的光头 他哈哈大笑 黑衣老僧一脸淡然 这颗脑袋呀 齐玄珍当年倒是也摸过 然后他的莲花顶就塌了一半 这黑衣老僧是谁呀 姓杨明太岁 生于冬月顶尖士族杨氏 他自幼好学 是博学百家 十三岁替发出家 通读儒士道三教典籍 尤其擅长阴阳数数 虽是僧吕 却师从清虚宫道士 学习道门方术 以及兵家学说 二十四岁游历龙火山 被大真人齐玄珍 面向以后一番呵斥 这杨太岁不怒烦喜 后被举荐入京 侍奉太子 在位已故皇太后 永送祈福 主持皇家永福寺 辅佐先皇问鼎江山 其间收大内聚患 庶人做菩萨戒弟子 天下大定 洗穿黑衣的老僧 婉拒国师头衔 在永福寺前心钻研佛法 早已与家族是断绝关系 更与当朝权贵 没有丝毫的牵连 当年西磊陛下 他曾力劝徐霄 不杀朔儒 方小离 最终无果 传言呢 他与徐霄割袍断交 近十年呢 感慨禅门法统混乱 宗旨不清 辩创 向元说 祝八宗元义 辟望旧略经等 唯独不参与任何佛门争辩 自号 不僧争老人 有辅国建业之功 却甘于寂寞 只是担当太子太孙等 龙子龙孙的辅读 三年前呢 辞去永福寺主持 与皇宫 主禄僧 独行大江南北 神龙剑手不见尾 今日出现在太安城 为的只是护送北梁王进京 不过人途徐霄见到黑老僧后啊 执意要步行入城 才出现这一幕 这徐霄与他并肩前行 行往宫门 一身傅家翁打扮的徐霄 双手插在袖子里边 在京城主轴道上 闲停信步 他笑呵呵的说 杨太岁啊 听说你收了个闭关弟子 跑去上金学宫 我可事先说好 玩闹归玩闹 真惹出大事 到时候 你我都别插手护肚子 还有啊 扶将红甲人 是你徒弟使唤去的吧 下不为例 我很好奇 这当年扶将红甲人 早已被你的菩萨界弟子 寒雕四卸甲扒皮 怎么这会儿就多出了五句 扶将红甲 你这老秃驴 做的什么阴险打算呢 咋的 还给我闹别扭 你这小肚鸡肠的 跟娘们一样 不就是当年没答应你 不杀那六百来号的读书人吗 不是咱们两个 十几年换命的交警 说不要 就他娘不要了 黑一僧人古板说道 都不关我的事情 徐霄眯眼打量 这多年不见 有些陌生的京城气象 他撇嘴说道 给我透个底 那小子 是不是那位私生子啊 要不然 他哪能从寒雕四手里 得到伏将红甲 又哪能让寒雕四这只人貌 低眉顺眼 当个奴 老僧皱眉 这本就凶神苦相 愈发的正寧 不怒自危 行走于人山人海的闹市 但在老僧的带路下 无人可以靠近他和徐霄身边 如划鱼 鱿鱼水草 这徐霄笑着说 吐驴不承认 我可就当得着答案了 黑一老僧 依然不解释 不辩驳 心如古井不波 徐霄打趣说 杨太岁呀 杨太岁 有些时候啊 还挺佩服你 半君如半虎 你只要再活个二三十年 便有望 辅龙三朝 个个都乐意把你当做菩萨 再瞧瞧龙虎山 为了巩固国师地位 无所不用其极啊 有个老家伙拼去两家自养手不要 连逆天改命都用上了 你呢 啥都不做 整天吃斋念佛 闲境成门了 就出去走走 这才是他娘的神仙过的日子 吐驴 什么时候去见见我长子凤年 他跟我不一样 信佛 说不定啊 你们谈得来 这老僧摇摇头 轻声提醒道 到了 道路尽头 可见正南皇城大门 当朝暗律十日一早朝 只是早朝一时 徐霄来的稍晚了 门外只停有车马加奴 见不到任何一位朝廷显贵 这扇皇城第一门三缺 巨炎重击 左右各有白玉师下马背一顿 门上挂有开国大学士 所书的侃帘一幅 日月光明 山河雄壮 这门北左右廊房啊 一百一十间 号称千步廊 连延通集 巩卫宝盒殿 这宝盒殿呢 也就是百姓嘴中的金鸾殿 这黑衣老僧杨太岁 叹起道 你就这般衣着去上朝 徐霄笑道 我去马车上换身衣裳 在北梁没机会穿 这些年呢 养尊除幽 胖了许多 不知道合身不合身 如果穿不下 可麻烦了 老僧一脸罕见的 头疼无奈的表情 这徐霄呢 哈哈大笑 走向一辆 只剩几位王府贴身护从的马车 王旗麾下的铁骑 自然不能带到这皇城根下面来 否则那成何体统啊 这黑衣杨太岁呢 没动身 依然站在门外摆杖处 神情消速 当年 他还是个求功求名的僧人 徐霄便已带着六百黑甲闯出锦州 他为先皇出谋划策 徐霄呢 为先皇做先锋 一文一武 相得一张 那时候啊 先皇视他们二人如左膀右臂 曾在那扇大门里一同爬上饱和殿饮酒 月下意义起谈论天下事 徐霄读书不多 总会被他们逼着吟诗 粗糙俗气 次次都被笑话 最久以后呢 便肆意的横躺 谁斩着谁的胳膊呢 都无所谓了 最后一次相聚呢 是徐霄灭西楚 回京授封大驻国 只是互相言语 再无当年的肆无忌惮 从那以后啊 他便不再参政 只谈禅与诗 再之后 他被先皇授意 与徐霄喝一场离别酒 这才使得那位亲戚女子 独自入宫 一见白山 那以后 他便再无颜面 去见徐霄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徐霄离马车没多远 一辆马车却奔驰而来 驾车马服一头的寒水 徐霄白手 示意枪先王袖的同门师弟 韩劳山不要上心 侧身堪堪躲过两匹高头大马的马蹄 只是示意一位王府患养的高人 去车内拿一件早就准备好的外袍 准备穿好之后呢 入宫早朝 真是应了那句话了 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骑 徐霄对于马车冲撞没有介意 那权贵府邸出来的马夫 却拳着驼背的老头 爱演爱事 当做是朝廷里哪位官员的 不长眼的家奴了 车内主子本就是因为身体有恙 耽误了早朝时间 一路催促的厉害 连累他挨骂无数 心情当然是糟糕透顶 一怒之下 杨鞭就要砸人 徐霄笑了一下 他没任何动作 韩劳山便伸手抓过马边 把这马夫一把就扯了下来 一脚踏在胸口 咔嚓一声 直接踩断了两根肋骨 马车上走下一位身穿四品云雁文官朝服的中年儒士 见到家仆惨遭横祸 勃然大怒 再看那老头面生得很 他也顾不得斯文破口大骂 大体啊 是在怒斥谁家的下人胆敢在皇城外骄横行凶 指着徐霄鼻子要他抱上府上官员的名号 等会上朝 那就要亲口向皇帝陛下弹劾 气焰熊熊 这位儒士啊 身居四品与周牧同静 太子左 数子 让人眼红的东宫清贵位置 这还不止啊 他父亲刘宾忠那是东阁大学士两朝的重战 本朝文官这权贵极典那就是三殿三阁 东阁虽说是位居莫尾 但三殿三阁并未受满 加上五英殿文华殿文渊阁总共有四个 这刘宾忠呢身为四人之一 可谓荣贵非凡 加上他哥哥刘体人是银青光禄大夫 父子三人同朝为官 传为美谈 若非如此 他也不敢随便在皇城门外放话又谈何 毕竟能够参与早朝的官员呢 都不是寻常的人物 徐骁啊 看着这位四品太子左数子在那 唾沫横飞 他一笑置之 一名护从拿着包裹 跃下马车 解开后露出了朝服的一角 那刘家儒官瞥了一眼 下意识愣了一愣 眼前这老头还是当官的不成吗 可文官武将没听说过有这等样式的官服啊 这天底下呀 官服远比这府邸的规模要更不得见用 一旦被揭发坐实呢 便是入狱发配的下场 当包裹彻底打开 姓刘的东宫左数子便彻底瞪到眼珠子了 莽袍 那是一件蓝断平金绣五爪的莽袍 莽衣 自古便是龙象之福 与九五之尊所欲龙袍相效 但简须一爪 与龙袍一般绣江崖海水 本朝明言 唯有亲王可绣九莽五爪 唯有皇族可用明黄金黄以及杏黄颜色 龙莽有弯立水直立水 立卧三江水立卧五江水 全卧水五种姿势 哪一级该用哪一种姿势又有严格的规定 又一样全卧水最尊 欲为团龙 这姓刘的眼睁睁看着老头在下人服饰下穿上满袍 他咽了口水 团龙蟒一 全卧水的 九龙五爪啊 那甚至比大将军顾建堂还要多出一爪来 蓝大段至地 这说明并非是皇室宗亲 是异姓王 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吧 王朝里边有几位异姓王啊 那老头披上王朝上下只此一件的蟒袍 摆明了是要上朝的架势 更有甚者 除了穿上这一袭可怕的蟒衣 他还接过了一柄刀 谁可以配刀上朝啊 姓刘的他就算是个白痴 也知道眼前这老头是谁了 北梁王徐霄 托被老头穿上华柜扎眼的蟒衣之后 配上北梁刀 静止走向了皇城南门 再看这位左竖子 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 再没上朝的想法了 在那玩了命的磕头 这石板上都磕出了一摊子血迹 却说着一身蟒袍的徐霄走入皇城 城门孔洞啊 有些昏暗 走出以后 人途遮了遮何须的阳光 眯着眼睛遥望向那座大殿 身前身后 两排轿位齐齐跪地 太监一个个如临大敌 依次扯开嗓门就喊道 北梁王上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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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驼背的老人 微瘸着缓形 似乎一点儿 不顾及那边 有皇帝陛下 有首府张巨鹿 有大将军顾建堂 有满朝文武在苦苦的等候 他莫数着部数 终于拾接而上 回望城门一眼 他笑了笑 自言自语道 老了 听众朋友 欢迎您收听 由大兵为您播讲的雪中汗刀行第一部 西北有除凤 今天呢 第一步就完全为您播讲完了 你也可以加入大兵小说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dbxd981 添加关注 了解更多新书内容 也可以加入呢 大兵的听友群 136932738 136932738 与众多的听友啊 品书聊天 游戏互动 感谢您的支持 接下来呢 将由大兵继续为您播讲 雪中汗刀行第二部 白马出梁州 这吴家剑种当代天才吴六鼎 天下第十一的王明寅 全新的五行伏甲再次的出手 芦苇荡中杀鸡四起 那北梁世子怎么去渡过难关呢 老剑神能否两袖青蛇开天门 青鸟出枪可否刹那制敌 少女杀手呵呵 她的手刀到底要斩向何人呢 春神狐心定情才女 芦苇荡掠走静安王妃 小泥人江泥又成了欢喜冤家 大丫鬟青鸟能否是舍身相救 那本书的女主到底又是谁呢 谁才是这个金玉其中的世子 心中之人呢 出路石牛之气的北梁世子啊 如何在武道和庙堂之中是厮杀过关 斩将成王 为守中原大帝的西北门户 能否在他的手中坚如铁城 前游大宾带领您 却看着刀光剑影中滴血的 北梁王世子徐凤年的手 但怎么给自己拼出一个滔天的气案 江湖而郎江湖死 快一恩仇快一消 欲知雪中汗刀行第二步 白马出梁舟 咱们下回接着说 天下英雄不更衣 江流石不转 多少遗憾随风去 乱世从眼前 坤斗穿任我心 那有金花岁月能否拼凭着历史的伤痛 请回首听那肃杀的战红 唯有青龙眼月刻相扑那灯红的枝龙 江山已盖何方成英雄 那有金花岁月能否拼凭着历史的伤痛 请回首听那肃杀的战红 唯有青龙眼月刻相扑那灯红的枝龙 江山已盖何方成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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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